不上开 爹 你把相坠还给我吧 侯主哥 这个相坠是哪儿来的 这是云儿的铁身之物 你没弄错 当然不会 我和云儿入洞房的时候 就看到过这相坠 我听云儿说 这相坠是从小跟着他的 后来云儿被无认为被突废杀死 有人拿这相坠来报信 后来这相坠 就一直保存在我这里 等云儿回来后 我不想还给他的 却突然不见了 前一阵子才找到 是云儿 云儿 过真是你 云儿 是 那天 是有人拿的相坠来报信的 我怎么没看清楚 这是造化中人 否则 云儿 就不会再受这么多苦了 爹 别难过 你把相坠还给我吧 爹 您要替我做主 好准整天往云儿房间里跑 拿着相坠像个傻瓜一样 我快受不了了 龚月月 云儿已经离开陆家了 你连条相坠就容不下 你的心胸未免也太瞎窄了吧 相坠就是云儿 云儿就是相坠 你的魂全被这相坠给缠住了 爹 把它给我 我要把它给毁了 我要让云儿在好中的心里 彻彻底底的消失 爹 你把相坠给我 爹 住手 你们都住手 少爷 少奶奶 老爷身体不好 你们两个 能少说两句吗 你们谁都不要抢 既然这相坠是云儿的 那就应该物归原主 这相坠先放在我这 我会还给他的 你们都退下 爹 退下 老爷 李军呢 这相坠 就是我跟云贤的定情之物 一个相坠竟然让一对父子情绪失控 精神失常 简直是莫名其妙啊 什么莫名其妙 相坠是代表云儿 在爹的心目中 云儿是个好媳妇 所以爹想念云儿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没什么好吃醋的 我就是不服气 爹偏心 我就是做得再好 爹心里也只有云儿 云儿究竟哪一点好啊 一个不守父导的女人 她也配 什么不守父导 顾月 你不要乱说 怎么 戳到你的痛处了 你受不了了是不是 你就是口是心非死要面子 整天拿着她的破相坠 像着了魔似的 什么破相坠啊 就是云儿那个相坠 我想 她是不是下了什么符咒 让昊中整天混不守舍的 云儿那个相坠不是丢了吗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把她保存起来了 拿给我看看 被爹拿走了 被你爹拿走了 他也没有说什么 我爹说 他要保存起来 怕我跟月月在外的相坠吵架 妈 您不知道 爹看了那个相坠 他都哭了 可想而知 他心里只有云儿 我就是不见了十年八年 他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他哭了 你爹人呢 他 他刚才跟李军在院子里啊 妈 这相坠真是邪门了 连妈都变得怪怪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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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老爷了吗 老爷坐车出去了 他又没有说去哪儿 没有 谁陪着他 李管事 太太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叫钱管事来 说有机事要见他 钱管事在半个时辰前就出去了 太太太 怎么样 玉露家酒庄有往来的酒商酒铺子都问过了 没见到钱管事 报告太太 钱管事常去的餐馆酒楼也都找过了 没有见他人影 在家派人手 城里每个角落都要找 一定要给我找到 是 这钱管事 金瑶关头 总是找不到人 没有想到 我偷来的秘方 竟然是假的 可见陆永年早有所防范 陆永年啊陆永年 你果然是只老狐狸 对这件事竟然不动生死 其中定有阴谋 我这回决 肯定是凶多吉少 不行 我得好好地想一想 下来我该怎么走 老爷 这就是 慢点老爷 好 来 师父 师父 陆老爷 您来了 陆老爷大驾光临 真是蓬庇生辉啊 只是我这地方狭小 委屈您了 陈师父 云儿呢 今儿可是童喜的生日 他们那儿俩给童喜上坟去了 俊儿 你跑一趟 让你师娘跟云儿赶快回来 就说陆老爷来了 好 慢着 不急不急啊 郑师父 有些事情我想先和你谈谈 好好好 陆老爷您请坐 请坐 俊儿 快给陆老爷倒茶呀 好 您请坐 陆老爷 您是为了昊中再娶 云儿被逼回娘家的事来的吧 郑师父 陆家 没有照顾好云儿 陆家对不起云儿 也对不起你啊 不不不不 这不能怪陆老爷 也不能怪昊中 就怪那个什么 谷家大小姐 妄恩负义 不择手段 师父 老爷不是为这件事而来的 那是 陈师父 有件事情 我想请教你 我希望陈师父 能够据实相告啊 您说 我想了解 当年 你救云儿和赵妈的经过 这 陆老爷 这 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呀 师父 是我跟老爷说的 谁让你多嘴的 这陆老爷身体不好 你怎么让他操心我们的家务事啊 你别怪李俊 是我要他说的 陆老爷 您为什么要追问十九年前的往事啊 恕我直言啊 这件事好像跟陆老爷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陈师父 这件事情 跟我关系大了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去年 你到我们陆家采访 替二太太治病的情形吗 记得记得 我当然记得 二太太怎么了 二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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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经为我生下了一个女儿叫明珠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明珠和我们陆家失散 我现在怀疑 云儿就是我的女儿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云儿是我 这个云儿有她的亲娘 可是 云儿并不是你所亲生的 不是吗 没错没错 云儿是我老伴带来的 所以 我现在叫你 告诉我救他们母女的经过 因为有太多的迹象显示 赵马 就是当年抱着我女儿明珠的河马